今天我决定拍一个视频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啊 经常会有人来直播间说 贾老师没有必要学自然聘读 学音标就可以了 但是我告诉你大错特错了 你们想一想啊 当我们打开一本英语书的时候 当你去看英文报纸 看英文故事的时候 你能看到音标吗 没有吧 对不对啊 所以学英语一定是从聘读开始的 自然聘读 它就是在教咱们26个字母的发音和字母的组合 你只有把它学会了 你才能够做到自己能识字 这是第一步 那等你学会聘读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学音标 那你会发现音标基本上会出现在单词的这个词汇表里面 或者是当你在查英文字典的时候 你会看到对吧 所以自然聘读和音标缺一不可 先学聘读再学音标 如果呀 你也想掌握一个小时被100个单词的方法 想要看词能读听音就能写 每天早上的八点来我的直播间吧